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g day I work hard I work hard every day 广告继续浏览后续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到底什么时候能签,又有心?的疑问。 就此,美国财长姆努钦周四对 CNBC 表示,这一协议应该 在元月初正式签署,这位财长表示,他对年初签署美中贸易协议充满信心。 周五,中美宣布达成第一阶段协议,这意味着持续两年的贸易战暂时停战。 但双方同时表示,还要对文本翻译再行过目,然后会在元月份正式签署。 姆努钦解释说,文本翻译工作是一种司法上的。 技术性处理,我们将在年初发表正式签署的文本。 他还表示,写,已已经写在纸上,翻译已经完毕,所要做的就是一点技术性处理。 技术性处理是否意味着重新谈判。 姆努钦予以否认,她表示,这并不易。 为着将会重新谈判或者有些问题还全而未解。 根据美中双方达成了D。 一阶段协议,美国停止原本预定12月15日起追加的中国输美产品。 还关税,美国还同意对9月1日以来针对1200亿美元中国产品课。 征的关税减半。 中国方面则保证增加购买产品,在未来两年,至少。 增加购买2000亿美元产品,购买领域包括农产品,制造业产品,能源以及服务。 姆努钦周四特别强调这一协议将会落实,她指出协。 亦是可执行的。 第一阶段协议中有关执行机制的一章,是本协。 核心因素。 这是第一次,我们有了一个强制性的执行机制。 ASP EUFTREMO NEWSLETTER TIDA SELB ROMO NEWSLETTER TXT SELFTREMO 执行 FITREM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